哥哥 我就等你答应嫁给我了 你要是反悔的话 就亲自站下来告诉我 多久我都愿意等你 那后来我怎么样了 你半年前患上了特殊的试睡症 间歇性的沉睡不行 最初一天 后来几天 再后来沉睡的时间越来越久 那沈苗就一直这么等着 嗯 二十岁的沉哥哥为了找出自己为何 会出现在四年后的原因 决定留在沈苗家里 想看看她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那我猜在这个过程里 她渐渐被这个男人吸引 进而忘了这个男人 从来不曾认识此时的她 可她已经不在乎了 甚至将自己 带入跟沈苗销炼的沉哥哥 知道 我每年都会给她买最喜欢的限定蛋糕 现在她不在 我们就吃了吧 说不定 等我们吃完了 她就回来了 我来说 我来说 这个字条是你留给我的 你是 你好 我叫沈苗 如何没约你 你就不会认识我 也不会生后来那场大兵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没有认识我该多好 所以最初进入平行时空的人 是沈苗 也是他拿走了二十岁 自己留给陈永国的书签 想打破二十岁的人生轨迹 我可以选择一下 终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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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来的地方 是 如果我可以选择 有些数量的 莫比乌思环 完美的空间折叠 所以 四年后的沈渺 想要回到四年前 想改变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按照原来的生活轨道 陈果果在收到书签的第二天 就去赴约了 而沈渺 为了改变他们的结缘 便藏起了自己的书签 他们结缘的结果就是 陈果果未来 像植物人一样躺在病房里 可他就那么确定 陈果果会斩断两个人的缘分吗 他相信可以 那陈果果是怎么选的 陈果果当然要回去 不过同时 他也面临着一个选择 大家疯了 here 感谢 — 皇后 你是说 只要我碰到现在的自己 我就能回去是吗 是 那他呢 沈渺的用意很明确 希望你斩断彼此的缘分 不要再遇见他了 如果我想避开厄运 就会失去他 可如果我想再遇见他 就会重蹈覆辙 是这样吗 可这世上如果真的有缘分一说 又岂是说断就断的呢 我真的很羡慕未来的自己 曾经遇到过他 我真的想去的 等下 我真的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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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知 我真的想去 我真的想去 好 哥哥 猪迷藏了这么久 我们还是遇到了 只可惜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对不起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 听你道歉的 沈妙 你真的不后悔 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有些时候虽然看不见 但还是感受得到 有些时候 感觉是不会出错的 我知道你来了 我才会故意装作不知道 我要带你来到冰床看看她 只有这样 你才能下定决心 不再与我结缘 可我们还是相遇了呀 甚至 我还有点喜欢你 那就请忘了我吧 我喜欢的向来都不是现在的你 跟你说个秘密 其实我很讨厌之前的 后来之所以会喜欢 可能是你改变了她 你真的不想再见到我了吗 我找到答案了 我找到答案了 我想接你 可是对不起 我们不能再见 谢谢大家 记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